各位朋友 各位女士们 先生们 晚上好 我是周其风 我是中国商会现任会长 我今天来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我首先想代表亚特兰大中国商会 向美洲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成立 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第二 我想代表我个人 向包冰涛先生 王美环先生 还有刚才介绍的各位女士们 还有就是这 发起这个教育基金会的这28位 这个热心朋友们 代表我们贫苦的孩子们 向你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我在这里给你们鞠躬 感谢各位 第三 我有一些社区活动的 一些 也可以说是经验 也可以说是教训 也可以说是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 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而且我觉得这个社区活动 我刚才听到非常感动 有好几位都在他们的这个bio里面 说的是愿意成为终身义工 终身义工 这个非常不简单 可以说是相当地不简单 做过社区活动的所有人都知道 你要promise这个 你要有几个commitment 首先第一 你的时间的commitment 第二 很可能你的金钱的commitment 第三 搞得外面还要背着一些骂名 我说这个可能大家 有些觉得可能有点好笑 但是的确如此 的确如此 所以我非常敬佩各位 你们能够表达你们成为终身义工的 这种志愿 我真的非常感动 我再一次谢谢你们 那么 谢谢 那么这个 做这些 这个commitment service 我觉得这个理事会 这个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一个社团 任何一个组织 如果你没有一个坚强的 团结的理事会 有些时候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没关系 我们一起商量 最后还是大家团结起来 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才能够成功 这是这么多年说实在的商会 我们能够有今天做了一点点成绩 这个跟我们有一个坚强的理事会 和大家团结一致 这点非常重要 分开的 所以我想请 就是说 这个下一代 这个教育基金会 我 我真心的希望 理事会 能够团结一致 把这么好 这么美好的愿望 把这一切理事会 一切理事会 一切理事会 一直传承下去 所以不要说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的 有一句 开玩笑的话就是 I'm easy to get on with as long as the sense of my way 就是只要 都按着我合作 我很容易合作呀 这个也不对 是吧 然后还有一句话 你说的是什么呢 I'm not busy I just have a better idea 这个也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 本着这个就是说 少数负重多数 然后完了以后 那么就在整个 这个形成了决议 我们大家就按照 这个决议这样做 所以我真真的希望 这个下一代 教育基金会 能够在这方面 真的有很大的突破 在下面我想 给大家分享一点 再多在大家的 两分钟时间 就是我想给大家 先讲一个故事 然后呢 再给大家分享一点 我的一些感受 大家知道 去年这个汶川地震 512地震完了以后 然后这个社区 商务会 还有很多的 一共20多个社团 大家在一起 组织起来 发动大家 走上街头 不管自己掏腰包 还走上街头 去募捐 一共大概有 20多个社团和组织 有幸的是 商务会呢 我在负责 然后大家觉得 给周秋风 你来做这个事情 好 我们就一起做了 做完了以后呢 一共 一共募到有20 二十几万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 Atlanta 这个 Triando Earthquake 这个Foundation 这个Committee 有二十几万 再加上 五三一 五三一 两万三地 我们大家在一起 又募捐了一些钱 好 这个二十几万呢 我们是分了几次 把它打到了 这个中国胡思思维 因为当时的话 大家对这个事情 还是一个大事 也可以算是 雅汉很大 这么多年以来 这个除了 921 台湾921地震以后 这个可能募到 最大的一笔钱 所以我们就分了三笔 一笔是5月21号 打了三万三 因为当时 可能募到这么多 然后呢 五月 五月三十号 我们又打出了 八万三 最后第三笔钱是 七月二十三号 打出了 十一万 十一万 一千八百三十九块六毛七 大家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六毛七 我们认识 每个pilling都can't 所以有六毛七 并且很好笑的是 我们在街上过的 真是一个pilling 一个pilling 全部 我们花了好多时间 一个pilling 一个pilling 全部看不出来 所以有这么一个六毛七 然后七月二十八号以后呢 我们一共呢 就是说这三笔钱加在一起 就是二三万七千八百 零四块六毛七 OK 就打到了中国同事之位 在当时的这个account上面 只剩了 1$ 为什么要留这个 1$ 因为你还要maintain 那个account 所以就只剩了 1块钱在上面 好 完了 后来这个募捐委员会呢 就大家一起开会 就觉得 我们是不是在地震灾居 找一所学校 一所小学 来我们把这笔钱 直接就过去 就有点像包军桃 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的这个理念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很重要 我们也可以说是个教训 我们把这个打到了中国同事之位 但是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才把这笔钱 现在是已经正式的拨到 亚安宇城区 这个中心小学校 它三一个三楼的 三层楼的 两楼一顶的教育楼 已经损坏 现在用于这个项目的建设 所以还很有意思的就是 我们这些钱都在 正儿发生在 在这个untrack 可以说是 但是 社区还有一些 有一些 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不明就里 我可以说 可能这些人也不太关心 社区的事情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过分关心 结果今天我还接到 我们附会上小孩的电话 说是 社区还有人说 三会这笔钱 还没有打出去 真是好笑 我这里有所有的八里门 并且 我有中国红十字会 和这个现在这个 亚安宇城区小学 我们都有所有的这些 这些八里门的来往 所以我想把这个故事 讲给大家听呢 就想请在座的各位 如果以后 您在社区 还听到有这样的杂音 请你为我们说 You be quiet 请你帮我们 对这个人 你听到这个 如果还在这个 乱说的话 你再就请你们 跟我们说 You be quiet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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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